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不孕症 我们一般来说应该是夫妇同居一年以上 如果有正常的性生活又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叫做不孕症了 这里面要体现四大要素 第一个要夫妻同居 第二个要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第三个要有正常的性生活 第四个要满一年 有这四大要素都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定义为不孕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